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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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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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經濟論壇在本澳開幕 將會舉行多場展覽和商業配對 今屆會議主題是 一帶一路釋放旅遊經濟新動力 行政長官崔世安在開幕致辭時說 本澳可以在一帶一路發揮節點作用 融合區域合作 全國政協副主席 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大會主席何厚華致辭時表示 他相信今屆論壇會聚的全球旅遊 和相關產業的政商領袖 可以完善一帶一路發展 和全球共同繁榮出謀獻冊 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今早舉辦第四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政府代表陳凱帆司長 中聯辦秘書長王新東 台灣新黨主席毓慕明 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劉毅良等出席研討會 有學者專家表示 面對新的形勢 有必要強調國家和民族意識的重要性 如何應對新形勢下社會矛盾的挑戰 進一步豐富一國兩制的理論 以澳門特區成立以來 特區政府堅決貫徹一國兩制 澳人自澳高度自治的方針 嚴格落實澳門基本法 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居民水平生活顯著提高 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施 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澳巴有天然氣巴士在行駛途中引擎著火 澳巴表示初步調查事故是基件或電路引起 肖士巴士在拖回車廠之後 澳巴會進一步調查 現在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 早前有莊可懷疑染上賭隱 亂同賭客詐騙了娛樂場三百多萬 類似的事件 其實我們間不中新聞都會聽得到 會不會在這個問題裏面 可以看到是否現時政府或博企方面 宣傳防島的意識仍然不足夠 我們先看一看新聞片看一看這個個案 日前有莊可懷疑染上賭隱 傳統賭客詐騙娛樂場三百多萬的事件 當時他是有意多給另外這四名嫌犯籌碼 對貫籌碼的時候 另外如果他們贏的時候 在派彩期間 他們就會將這四名嫌犯所投的籌碼 放到勝出那邊 之後就進行派彩 有社會人士表示 類似的事件時有發生 反映博彩從業員防島的意識仍然不足 建議政府限制前線博彩人員進入娛樂場賭博 以及加強負責任博彩的宣傳教育工作 提升員工的正確價值觀 以及職業素養 博彩從業員作為本澳的最大就業群體 工作環境複雜 政府是否有必要在行業上加上指引 限制博彩員工進入娛樂場賭博 那有否可能你又怎看 好回到澳門開港現場 剛剛可以見到新聞片裏 也聽到有針對一些博企 裡面的員工 聯同賭客去詐騙賭場 之前亦有發生這樣的個案 就是一些可觀賭錢的時候輸了 可能是借了高利泰之後 可能是通過威逼利有 可能是詐騙了一些娛樂場的錢 其實也有的 我跟啟燕聊一聊 對於現時這個問題其實 偶爾都會發揮 是否這個博彩從業員的房賭意識 不算高 我猜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每天你都有很多千個手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一個 特別是同業員都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其實贏錢很容易 就是他永遠忘記了 就是輸錢那一刻 那些人多痛苦 永遠只記得就是贏錢那一剎 其實坊間經常都說有路足 其實我懂得看路 或者我派了一年牌 看了這條路是怎樣的 那些傻子才會輸錢 我便會贏的 那覺得既然這麼容易贏的時候 那不如自己也賭一份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過往有一個神話 就是澳門人賭錢的 但是現在這個真的是神話 那原因就是以前只有一間賭場 還有人口這麼少 你走進去賭場 那種狀口狀面都認識的 但是現在你換了一件制服 走到我旁邊的賭場 誰認識你呢 那你也助長了容易賭錢 但是賭下去就知道 其實你長賭必輸的 但是變成了很多一些從業員 就變成了無形中 變成了問題的圖 甚至乎病態的圖 自己都不知道的 但是其實在整個訓練裡面 我也接觸過一些賭場的負責人 他也說的是其實訓練可觀之前 必定是有些的 預防病態賭博的訓練 是加插在他的整個 整個可觀訓練裡面的 但是問題就是 可能覺得一兩個折的時間 不及得他可能在賭場 一年的時間 可能運了一年了 那覺得贏錢很容易 甚至乎他也會相信 有路足 那些客人真的抓到 那他自己嘗試抓 又發覺真的抓到 然後覺得自己也看到這條路 那不是弄一些路紙出來 那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這個迷信 但是這個迷信 瞬一瞬一瞬就覺得真的 那輸錢當然是蠢的 我是厲害的 我厲害的就是自然贏的 那大家做這個迷思 繼續下去的時候 就永遠都發覺 每隔一兩個月 甚至乎每個月 都有這類的賭場犯罪事件 那我和阿邦聊一聊 那薄水疾官之家 那邊 那邊 那會接收到一些 病在賭徒方面 他們對那邊求助 是 那我們也會接觸到一些 就是受賭博問題困擾的 一些博索從業員 那他們都是因為一些賭引 那就是過來我們那裏求助的 那其中 就是很同意 剛才阿啟延興的一個說法 那來求助這班問題賭徒 那其實就是 那對賭博方面 就存在不同程度的迷思 那就是他們都可能 就覺得自己 做了博索從業員 那麽多年了 就派了派那麽多年了 那就是會被其他的賭客 那其實是會賭得更加厲害的 那但是那就是現實上 那就是要和大家分享 那其實很多的一些博索遊戲 那其實都是一個 純粹是機率的遊戲 那就是不會說 是一個從業員 他派得派越久 他就賭得越厲害的 其實他贏輸機會 其實是跟其他賭客玩一模一樣的 那其實他們求助 那你們會不會說 怎樣可以幫到他們 走出這個沉迷賭博方面 那我們就會從一個多方面的 輔導服務 那就是從他們走出一個賭博的陰霾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是一個認知行為治療 那就是通過認知行為治療 就是去拆解回他 他剛才說到一些賭博的迷思 那就是去令到他正確認識賭博的觀念 那另外呢 那很多時候 為什麼一個人會沉迷賭博 為什麼會經常會參與賭博 其實都是因為一個債務問題而起的 那債務問題而起是因為他 為什麼會繼續去賭博 就是因為他有一筆他還不到的債 那所以就是我們都是希望就是將做一個債務的輔導 那就是希望就是會幫他理順 那一筆債務就是在一個合理 和就是他能力許可的範圍之內 是還清到這筆債的 那還有連結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可觀是會偷籌碼 會犯罪 會合同其他的犯罪集團犯罪 其實很多時候呢 他們都是因為賭錢 而欠了一些大洞的錢 那就是沒有其他方法 那就是受迫的時候 唯有就是幫他們一起犯罪 那如果犯罪成功的話 那當然就是那筆債務就可以清到 嗯 那跟阿Ben聊一下 其實老一輩都會說 當你對著其實別人不斷輸錢 或者不斷贏錢的時候 特別是可觀 看著他的工作環境特別複雜 看著錢其實來來回往 回來來往往的時候特別多 其實你怎麼看其實博彩界 或者博彩這個賭廳 或者賭的博彩界方面 應該怎樣去幫助這些從業員 還是加強一些培訓方面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 其實有很多人 剛才所說的那些病態賭徒 或者其他一些 他們是比較隱性一點點的 其實很多時候 剛才阿邦都說 有一陣子他們是負債 其實基本上 他們初頭是不會願意 跟別人去告訴別人 我欠了別人 始終這些好像是家醜不出外傳 去到無可選擇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出現這些動作 反之就是說 我們其實都是期望 可以在一個源頭性 開頭的 開頭的時候 給多一些資料性的 去參考 說博彩什麼是負責用博彩 其實就說 許日常每日都會看到 這些錢 雖然不是現金 但是這些籌碼 都是對於他們來說 是吸引的 誰不喜歡錢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 其實都希望可以 這幾年開始 希望很多博彩 或者任何的機構都好 都希望有這樣的意識 甚至乎我未參與這間機構 或者未參與這個行業的時候 都希望加強多少少這些資料 給他們去參考 其實就說 大家剛才已經提到 就說 機率其實大家是一樣的 只是說你參與的次數多了 這樣你的成功或者失敗的次數 相對的比例性 大家一樣是相同的 但是就說長期下去 你的機會率 大家都知道 那個都是或然出來的 這樣就說 它出現了的次數 你的贏錢的次數多 還是輸錢的次數多 通常就說 贏錢的時候 你就會計到自己贏錢 但是輸錢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輸多少 所以其實希望是個源頭性 可以就是說 每一個時間 其實就算從業員都好 都希望他們是可以定定 會有一個不斷地提升 他們的意識 原來這件事是會影響到周邊的人 這樣要提升他們的意識 其實不是說入職的時候做 其實就是入職之後 其實都要不斷有少少時間 但不久都要提醒他們 什麼叫負責任 或者什麼會導致到 你會有這些隱性的導引 其實每天接觸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自然而言 你不覺不覺 就會沉迷了下去 自己都不知道的 到你知道的時候 已經是有問題的了 但是當有問題更加嚴重的時候 你就越不上被人知道 這樣就衍生了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在源頭性上面 多一點提升一些 就算是軟性或者是硬性的資訊 都希望可以給一些 除了從業員之外 他周邊的人 都了解一下 萬一察覺到身邊的人 有少少意象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容易察覺 好 麻煩你阿斌 我們現時有家庭觀眾 陳先生在線 陳先生你好 你好 四位好 你好 你正在說話很容易 現在澳門潮流輕 他欠債就叫政府給 叫他還 因為政府沒有關心他 叫政府還可以的 你們只要大聲一點 叫政府還 代你還就可以了 再不適合 就站在賭場門口哭 就行了 特區政府有很多錢 說回 我本身就是在這裡的 我一入行的時候 我想你們四位 都還在讀BB班 是 為什麼他們正先司法掛那些 那些不是叫做殺小賠多 那些叫做標從柴 還有呢 為什麼我們那時候 老龍頭那些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呢 不是沒有 是少之又少 因為我們是 不能夠自己去 好像現在那位洪生 那位先生 我不能夠回去 賭場那裡賭的 因為他地方小 自己公司一見到 他就馬上炒流煮的 而今時今日 因為是開放賭權 好公留回澳門人做 所以 還有人權 我們是自由職業 我可以去哪間 反我的事 你們不用操心 還有還有一樣 為什麼說沒有 我們當年時 我們這麼少標從柴 或者其他人 但是我們當時 都是沒有攝像機的 但是 我們中間有一個監場 坐在那裡 即是我當時做的位 你們說 見到那麼多籌碼 我想你們沒有誰 見到我 見到那麼多 我對大那鋪牌 我見到 一千萬韓國路 和台灣對賭 一千 每人一千萬港幣 我坐在中間監場位 我看不到那兩個客人的樣子 是 那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說 為什麼說 現在有六帳頭 都會看到 都會被別人標 你想一下 各位 當你們一搭進去 一間電器店 你買電視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哪個電視 它全部都是放過 同一個電視台的 你看哪個 它都是人 看電視的人 除非你 有拖打 叫它 注重了某一台 某一個人 它就會看到 這些就是這樣 才能看到出來 還有你說 那些路 看得多 那些路 當年是我們找出來的 我們都很內疚 但是因為我當時 我的高級職員 照我們 你們想幾條路出來 和那些客人 和那些客人 找一些薑 我們想出來的 小路 小三眼仔 小路 什麼路 是我們想的 不是的 你現在呢 唯一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特區政府 給整個千萬 搞的那些培訓中心 它只是交給 半輩那些九五數而已 什麼都沒有交的 那怎麼樣 你看到 我們間前 我們說一句說話 或者我一看你的樣子 我就知道你是走股滑 是來找好處 或者打童通 和童哥打童通 或者打奧勢 我一看就看到 現在你問那些哥哥仔 在那些排狗那裡 被人摟 好 多謝你啊陳先生 那我們之後呢 還有袁先生在線 袁先生你好 袁先生 你好啊 主持 你對於今天的話題有什麼意見 其實呢 剛才陳先生說的那些說話呢 都是很現實的事情 是反應在面前的 要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你在培訓的過程中 意識性的教育 倒線 他反而輸錢好啊 因為他爛得完 在於什麼呢 他曾經贏過錢 是 他的心態就是這樣上癮的 那些是病態來的 還有這些人說啊 啊 啊 輸錢加陰,贏錢氣的嘛 是 是 因為他錢 是對每一個人都吸引的 包括行政長官都是 是 是 對 問題是你怎麼去找的呢 就是 博彩博彩 是吧 說是博彩 是講運氣 其實說真的 他剛才說得很對 那些路是自己想出來的路 是 那些路呢 其實呢 你抓到他就是叫路 抓不到他就軌路一條 是 是 所以呢 有很多事情呢 你說控制第二個場呢 他又人權啊 嗯 他又說得很對 是 但是你控制第二個場 你如何控制呢 一是你這樣咯 又統一咯 你會好像公務員那樣的 是 不見公務員進去 是 那你列入為公務員的管理範疇 去管理這樣便可以咯 嗯 好 你還要戒賭的話 他有心去找你戒賭的 不如他已經知道我賭是不行的 我不可以的了 是吧 所以這些損失就是管理層的問題 政府的問題 就是這樣 多謝你 袁先生 好 多謝兩位電場觀眾的意見 陳先生也是一個資深的創業員 對 其實剛剛他們都談到 其實就是 輸錢 就因爲贏錢起 其實就是 可能是現時 可能是一些監管 或者各方面太自由 那麼可觀可以上去哪裏 那麼可能就俗意就是 更加去踏入這個 這個 這個賭引方這條路 那麼其實講回 那 那麼博企方面 其實剛剛跟啟然卿也都交流過 那麼其實有 其實有 企業其實是 會對於這些獨立機構 會購買一些服務 那麼專門去幫助自己一些 呃 員工去介導 那麼這個獨立服務 那麼自己可能博企他不知道 可能自己有問題 只是去 去輔導 之後呢 那麼他的資料 就不會上交 影響他自己的工作 對於這樣的一些博企的做法 你知不知道 這件事 我也知道有一間 未知的博企呢 就是購買了一個社會服務 機構服務 那麼機構呢 就會派社工去駐場 駐守在這些員工的休息室 或者在賭場的一些範圍 那些員工休息範圍那裏 做一些的露營 一些roadshow 就告訴他 我們有這些服務 或者一些展覽 告訴他我們有什麼服務 那麼希望可以建立關係 或者建立那個同事 對那個機構的一些信任 他們會標榜 就是雖然這間公司 是買我們的服務 但是呢 我們就不會把這些資料 給回公司 甚至乎我們有24小時的熱線 開通了就可以 你打來 不論你是賭博上的問題 或者由賭博上 引起的家庭問題 都可以打給他的 那麼 因為這個服務大概開始了一年左右 那麼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成效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好的出路 因為如果自己公司做回公司 大家就有一個很不信任 就是你告訴他 人力資源部 那死定了 然後轉頭炒了 怎麼辦呢 但是你現在就是一個獨立機構 還有因為他們是一些專業的社工 那麼大家都會覺得 你一個專業身份的 那也會信任度高一些 那麼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未來的方向 就是譬如會不會鼓勵一下 這個很難逼的 就是鼓勵一下一些博企 其實可能跟一些社會服務 機構針一針 聊一聊 即是多少錢呢 譬如一個星期 派三個社工駐場的 那可能多少錢呢 那麼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因為除了你看到那個社工 然後背後還有一些可能民職人員 或者甚至乎督道人員 那那些有多少錢呢 那可能有所得計的 博企願意付這個錢 因為他們都履行一些小責 都不想那些同事變成病態賭徒 那其實這個方向 其實博企值得可以連九下的 好 多謝啟軒 那我們剛剛時間 我們先去一下天氣 我們回來再繼續討論 好 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 那今天我們討論 關於可觀的這個染上賭隱 和這個職業情景的話題 那我之前 其實我身邊有朋友 其實都跟我問過我一些問題 就是他自己的家 他的父親 都是染上賭隱的 就除了他自己的份量 全部拿去賭隱之外 那還會問小朋友 就是問我的朋友 拿這個錢去買東西 吃飯 其他的 然後我朋友就問我 怎樣可以幫到我自己 因為他可以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因為他自己有家庭 那經常長輩問我拿錢 不給他又不是 然後我就 剛巧我採訪的時候 都了解到一些 可能是戒賭的服務 然後就推薦了他 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跟幫忙聊 那對於其實剛剛講到 有博企其實購買服務 幫助的這個員工方面 其實你覺得這個值不值得 繼續去推行下去 這個當然是值得推行的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 在服務一些博塞從業員的時候 都是看到這個服務的一個成效 那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是我們機構 其實都是曾經 就試過 是入我們的博企 某間博企的員工區那裏 就做過一些 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諮詢輔導服務的一些宣傳的 那就只不過是 就是短短的一兩天 那其實就都是有 幾個的博塞從業員 那就是和我們的社工 即即即即即場的社工 那就是進行一個求助的 那之後我們都有去開一個案件 就跟進回那個狀況的 那所以就就是 通過剛才講的一個例子 就就是我們都是覺得 那就其實如果是博企 那就是可以就是 對一些社服機構 就購買一個服務 就令到他們的 第三方的社工 就是住場的話 那其實就是 真是可以幫到他們的員工 那和Ben先聊一聊 那其實這個負責博彩方面 你覺得 就是對於這個可能是博企方面 或者可能是政府方面 對於現時可能 需不需要加一些指引 去幫助一些 從剛剛你剛才說的 從源頭去阻止 那可能政府 會不會推出一些指引 可以阻止其他 可能一些我現在這個賭場的員工 去到其他賭場賭錢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面 大家我相信 都很多年都有討論過 為什麼政府部門的一些政府工 他只是可以過年才可以入 其他時間不行 為什麼現在的博彩從業員 可以不去你的公司 剛才陳生也有提及過 以前人少 公司少 其實各個狀口狀面都知道 你要保障份工的時候 你就會減低了這個入場的機會率 但是現在不同 現在太過多 我只是身處一間公司工作 其他五間我可以隨時進去的 變成我選擇性又多 因為現在的基數太大 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你也兼顧不到這麼多的從業員 是不是去了另外一些其他公司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大家都要深究 其實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條例 或者法律或者法規上面 可以幫到這個建立一個制度 就是說好像政府人員那樣 都是某些日子才可以進去的 其實我相信這件事對於三方 博彩公司、博企好、政府好 甚至乎博彩從業員都好 都是比較正面一點的方向來的 始終你日積月累 每天都在那個地方浮現 剛才都說過 花哩花哩的金錢 誰不喜歡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 就是怎樣去推行這件事 這樣也要靠國企和政府方便 他們要推出什麼政策 或者修復什麼法例 可以令到他們可以行到呢 或者有沒有一些折衷的方法呢 其實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是三人的局面 只是怎樣去執行 剛才我們都經常說 你要等它發生了 成癮的時候 先去幫他 其實所花費的資源 或者人力、物力 比起源頭性 提供很多資訊性 告訴他 這件事會成癮的 其實會來得容易 其實很多時候 源頭性 剛才也有說 我們是否可以找第三方 去做一些持續性的培訓呢 給他們三個月一次 或者給他們一些資料性的 只是說不是由他們的博企去做 可能是由第三方的機構去做 甚至乎做完之後 就給他們一些結果的博企 給他們參考 你這個員工參與了這個培訓之後 那個反應是如何 我相信他們也會 樂意去見到 因為始終 你如果用自己的人去做 始終都會有少少偏差 第三方 我和你又不認識 純粹是一個第三者 中立性也好 可取性也好 都偏向於比較中性少少的 我相信大家 博企又可以有他的得著 也可以從第三者身上 看到自己的員工 對這件事的反應是如何 我自己覺得 好 謝謝阿兵 現時 有家庭觀眾 張先生在線 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你好 我今晚說 我本人都是 以前都是病態賭徒 因為初初 我跟朋友 以前沒有賭 初初跟朋友 有空就進去玩 誰知給我 贏了錢 然後有空就進去賭 醒了癮 醒了癮 等於吃白飯 這個 是我的朋友跟我說的 賭場 就是堅實沽航錢 什麼叫沽航錢 就是打工仔的錢 這件事 就可以給可觀的朋友參考一下 然後 為了幫可觀朋友 戒賭 最好你的協會 就建議 六間博企 六間博企 有個 有個 律法 律法就是規矩 是 就是 誰做可觀的 不能在賭場賭的 就是 連同六間博企 互相交流情報 如果有法國賭 就是可觀做可觀的 進去賭 一有證據 就立即炒油耳 這樣就相關齊下 是吧 賭場是斟殺股王錢的 打工仔不可以賭的 然後賭場有這個規矩 規矩定下來 精訊可以幫到 就是 可觀的朋友 戒賭 能夠戒賭 就將家庭和諧 就行 張先生 我問你的問題 當初你說你是病大賭徒 你當初是怎樣戒賭人 這樣 你沒有錢賭就要戒 這麼簡單 是吧 是吧 但現時有些是 是去借都去賭的 是呀 我以前很難賭 一有錢就去賭 連兩餐有時候也會有問題 好 多謝張先生 我們之後還有林先生在線 林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林先生好 要講到 防止可觀賭錢 以前賭業開放之前的奧博 是做得最好的 他如果 有一班的員工 不要說賭錢 入場 進入賭場 都即時炒的 沒有情況 但是呢 賭權開放之後呢 引入很多新的競爭者 其中一間美資公司呢 它是最cute的 最可愛的 那他初初在 新口岸那裡 那個牆剛剛開的時候呢 其中一個 招客的方法呢 就是自助餐 那他自助餐便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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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以優惠價送給自己員工 但是有奇怪的現象就是 要上去吃自助餐 經過兩層扶手電梯 就下面是賭場 你上去自助餐之前呢 拖男大女呢 是看到下面的人是博彩的 是吧 那他有這樣的設計都OK的 那接著到零幾年 他那個路坦城的項目開張之後呢 那你在前台七元之后 要去上房 進入你的房間 唯一的通道就是通過賭場 中間那條大道 那真是金剛大道 那又是拖男大女 那些人走過才進入房間 看到我賭得五個人才進入房間 那經過那些美資公司 賭業公司的 非常苦心經營的推廣之後呢 因為澳門人終於傳聞街道了 嗯 那我喜歡喝酒 我是酒鬼來的 我每晚的機會 或者加晚呢 就去新口岸某個酒吧那裡喝酒 那走過 一定經過新口岸兩個賭場 那兩個賭場 剛剛那些員工的出入口呢 就好像對門的 那好像交換人質那樣的 因為通常我都去 酒吧喝酒 都是十點多十點鐘 看到他剛剛下班的時候 好像交換人質那樣的 這個場下班 就生氣披風 就在對面那場去賭 這個場下班就生氣披風 有些甚至披風都不生氣 穿著那件制服呢 就去那邊那個長島 這些這樣的現象呢 我見過幾年 我從08年見到現在了 那這個情況相當嚴重 那講完這些現實情況呢 我想講一下未來 未來如果可以改善的話呢 應該六間博企坐下來在那裡 就成立一個Agreement 那就說 如果 哪間公司的員工去其他公司那裡賭 都一經發現呢 就通報你這間公司 都要大家一起一起炒油 這樣呢 就有一個阻嚇性 可以壓制這個賭博那個法 就是為什麼 不負快幸福 再延續下去 如果你不做這個 這麼強硬的制度的話 大家 再相原相六間博企 你搶我生意 我搶你生意 你都可觀過人輸死 我都可觀過人輸死 他不會有介意的 最主要就是政府一定要 捉六間博企 坐定定在那裡 訂立一個Agreement 互相舉報 如果我一旦發現我的可觀去你 你舉報給我 我就第一時間炒 到一旦 我的可觀在你那裡 被人發現了 舉報給我 我也第一時間炒 這樣才可以解決這個根本問題 嗯 就這樣 好 多謝你林先生的電話 其實剛剛 張先生其實都說了自己的賭徒 沒有意識不到 林先生其實給了這麼少建議 就是希望國企 未來可以坐在一起聊 可能走回以前那裡 見到你 見到你的員工來我 就一起 不過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澳門賭場的保安 其實不是太緊的 就是其實我們入場 基本上 只要你的樣子似雅碎 他都不會查你的了 那除非你的樣子 真的比較可愛 或者比較年輕一點 那他可能會問一下 你拿身份證 或者護照看看你是不是夠雅碎 除此之外 都很少查 那如果很少查證 如果真的要變成 就是一種反過來的 就是一種 有些人要禁足的 不可以進去的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查證呢 每一個人都查證的話 反過來 會不會有很多博彩的機器 特別是博彩就會吵 我們澳門的吸引力 就在於比較鬆的 如果個個都變成 新加坡、韓國那麼嚴重的話 那我不管了 不如去韓國 不如去新加坡 那這個會不會 博彩都會吵得很厲害 除非整個 我們入場的制度改變了 就是個個都要查身份證 那否則的話 好像現在一樣 我一樣說 禁止你進來 但是你照進來 那沒有意思 而另一方面 我想跟公務員很不同 就是公務員也是限制賭場 除了年初一至年初三 但是公務員的工作環境裡面 沒有這種博彩氛圍的 但是反過來 在博彩床業員之間 有很強的博彩氛圍 包圍著他的生活 或者他日常生活就是博彩的了 那會不會 如果你禁止他賭場的話 就自己賭吧 其實很簡單 可能他的公務員會派牌 就拿一副牌 出去自己 再賭一回 自己和自己賭一樣 可以轉賣很大的 其實我看過一些資料 譬如香港 沒有博彩場圈 最多人變成病態賭徒的 其中一種職業 就是貨櫃車司機 那貨櫃車司機 為什麼會變成一些 病態賭徒呢? 原因就是 在貨櫃車 駛進去貨櫃站 去拿那個貨櫃 就經歷了很長時間 短則等三四個小時 長則等七八個小時 群貨櫃車司機 在貨櫃碼頭 百慕尼拉 你又不走得開太遠 因為你在車附近 隨時拿一塊貨 那整群車司機 做什麼呢? 就是賭錢 自己和自己賭 但是鑽碼 可以到十幾萬 因為要簡單一點 就是 喂 難道賭幾元嗎? 賭幾元就不然睡覺 要賭得大一點 才會有刺激感 但是越賭越大的時候 而且博彩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你平時戒毒 你不吃就戒 但是賭錢 永遠 特別賭仔 那個迷思就是 喂 我被我追回輸了那些 被我追回輸了那些 我就不賭了 但是真的 你很幸運追回輸了那些 那你會覺得 我在運來 我不追快 他就傻了 然後又輸了 輸了之後 又是個學性循環 你被我追回那些 我就不賭了 然後又來過 所以這個 戒賭很難的地方 就是你永遠是想追回輸了那些 但是你永遠都追不到的 OK 所以其實剛才說的 如果是博彩全面禁止在表場的話 另一個問題可能衍生就是 子龍自己賭 那鑽馬都可能很大 甚至乎地下化了的時候 你更加不知道怎麼找他 嗯 其實可能是出去吃飯 或者有時候去喝的時候 都見到 就是在街上都會見到 有些人在自己 在桌上自己玩 都有的 那麼我們回來 我們先去一個廣告 我們回來 所以繼續討論 好 回到澳門開港現場 剛剛Ben也提過 希望政府推出一些指引 可以幫助我們這個源頭 那我和阿邦先聊一下 其實你們也提到一個 其實希望可以禁止這個 好像公務員一樣 禁止這個博彩從業員 還進入其他賭場 你們的建議是怎樣 其實我們的建議 主要是基於一個科學性的 就是因為其實 我們看回一些數據 自出 為什麼人們會比較容易 參與賭博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賭博 譬如賭場 會很容易進入的 相反 如果是我們令到一個賭場 是相對難進入的時候 自自然 那就是一班博彩從業員 其實就是 參與賭博的意欲 會相對減少的 從而就是減少他們 會成為一個病態賭徒的風險 不過其實 剛才也有嘉賓提到 就是禁了他入賭場 其實他有千百萬種方式去賭 他自己可以開私檔 或者去賭一些其他的賭博類型 其中 其實就是我們機構 都是認為 除了說 真的可以全民 考慮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禁止博彩從業員 進入賭場 這件事之外 其實是一個負責人博彩的 一個教學工作 其實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我們就是要從一個心理上 從心出發 就是令到一班博彩從業員 是比較難去賭博成人的 其中 也可以分享一個數據 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特區政府 其實都是一個指引 就是會給我們六間博彩的 就是六間博彩 其實他們的員工 在新入職的時候 其實都是強制去接受 一個負責人博彩的培訓 不過我們看到一個 稍微不足的地方 其實就是 說是負責人博彩培訓 但是 其實他們培訓的內容 其實是相對的間留 就可以分享 其實他們是接受了 二十至九十分鐘的培訓 只是二十分鐘 即是四個字的時間 就要跟你說了負責人博彩 你怎樣不要沉迷賭博 沉迷賭博的人有甚麼症狀 其實就在我們的角度 是不足的 還有就是 各間博彩 其實給了一些從業員 他們的同工 的培訓 其實就是 那個內容 其實都是參差不齊的 所以 我們都是一直建議 六間博彩 其實可以 或者大家坐下來 這樣談一下 其實就是做一個 多麼長的培訓 對員工 就真的有一個 實質的成效 就是預防他們沉迷賭博 還有就是 培訓裏面 是應該去做些 教些甚麼內容 其實就是 應該是要實質 實實實在在地去談一下 好 那跟阿兵談完 你對於現時的 剛剛問他 說的一些內容 那你怎樣看 其實 剛才也所說 為甚麼我會說 支持 可以做多些 定期性的 改善工作 因為其實剛才阿邦都說到 只是區區那二十分鐘 這樣是否足夠呢 說的是 你一入職的時候 那二十分鐘 說真的 人的記憶 可能真的有限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被其他東西 已經蓋染了你之前的記憶 剛才所說 我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說 可不可以做一些持續性的 雖然說 你現在這一刻 我們未完全可以有 一些方法 或者條例 或者法律法規 去不讓他們做這件事 但是就說 未在這件事可以實行之前 是否可以做一些軟性的 可能我定期三個月 一定 即可能強制性 你的員工 一定要再去聽這些內容 或者三個月 或者搬戀 其實這些 當是一個潛移默化式的教育 你不斷知道的 其實你也會知道 不斷這樣看的時候 是否真的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其實這些就是源頭性的問題 永遠就是說 你不去 因為這件事我未決定到的時候 我不可能什麼都不做 這樣就是說 現在這一刻 暫時未可以完全做到 先不讓莊學去其他賭場 去做博彩的 甚至乎不可以涉獵其他的博彩 但是 是否我們完全不做其他事情 其實就是 剛才阿邦所說 是否可以定期三個月半年再做一次 這樣不斷地提升他們的內容 可以知道 原來這件事是存在的 什麼叫做負責博彩呢 是否會 兼且說 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工作呢 如果他參與其中的時候 表現不佳的時候 會不會計算自己平時 日常工作的表現 評分呢 這件事大家可以去深究一下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好 多謝阿Ben 我們現時有家庭觀眾 馮先生在見 馮先生你好 各位支持好 你好 您好 是否可以去參與 沒有朋友 或者連命都輸了 才加強宣傳 那個 不是賭博的禍害 整天都要宣傳 現在我看他的宣傳 我覺得他很輕描淡捨 不夠入獄 一個男人拖著一個小孩和老婆 我那時候怎樣怎樣怎樣 但我記得他一條新光頸靈 即是沒有什麼威嚇 即是沒有什麼那個阻嚇力 我覺得他 要加強那個阻嚇力 好像那些煙包那樣宣傳 即是又爛肺 又搞到那個臉色又黑了 即是快要死 還有腳有爛 煙包都可以這樣宣傳 為什麼賭博不行呢 你以為賭博是有禍害的 為什麼你不落力一點 是不是 因為賭博很多 賭博 開賭場 又會盆滿盆盆盆 但是做賭仔 通常都會輸到混蛋 有幾多個去賭的 會贏大錢 是不是 開賭就會 開賭就會 即是我覺得政府 對於賭博的禍害宣傳不夠 煙仔做得了 為什麼那個沉迷賭博 你做不到 我覺得他不夠 那個宣傳力度 那些人看到你的宣傳 都沒有什麼 他一樣有老婆 一樣有個小孩 一樣 都沒有什麼 走出來說兩句 你明白不明白 如果好像剛剛阿邦這樣說 如果實行這個 可能好像公務員那樣 郭卓重如言不可以入賭場的話 其實你知不知遲 你怎麼執行 你經常都要你宣傳 都說 你好像吃煙仔和害 你經常宣傳 加大力度 那個賭博的危害 其實都不小的 就不要說 我覺得他那個力度不夠 為什麼你煙仔 搞到好像吃煙很快死 你都做得了 就是那個煙和害那麼多 你賭場 就是你染了賭癮 其實你爛賭 會影響家人至少七個 一個人爛賭 就會影響七個家人 知道嗎 好 多謝你 還債 我們多謝 之前之後 還有陳太 在線的陳太 你好 你好 陳太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還有三眼嘉賓 都是好 希望今天這個議題 是有成果的 不要就這樣 好像當一日的議題 經過就算數了 因為都很多謝這個 鹽巴衛視 有些慧民的議題 多謝 我絕對贊成 是從業員不應該入賭場 就是我們一個老澳門 我們一直以來 有澳門 都不會發覺 有那麼多作奸犯科的事情 那些從業員 穿桂桶 串連那些人去偷籌碼 又串連那些客人去造假 那 因為他們真的可能有賭錢 日不夫之 就會作奸犯科 一般以前的澳門 我們澳門人覺得 十年八年前 一單很大的 什麼偷籌碼的衣服 跌在地下 很少聽見從業員 他們會珍惜分工 反正 畢竟都是萬多兩萬元一個月 以前來的 就算現在的人 兩萬多元都不會珍惜的 因為他們好像覺得 上班的時候 那些人賭得這麼大 自己怎樣怎樣 心理不平衡 那如果你不是硬性規定 他們從業員不可以進去賭錢 那些生人 那種比較心 就會容易的話 就會犯這個毛病 當他一賭錢的時候 他真是好像 病態賭徒了 好像吃白飯 不願去做事 不願去做正經的事 真的 我覺得今天 如果說了之後 六個賭業那些 那些賭牌那些 真的要為從業員著想 他們硬間底夜 說真的 做這份工 是很辛苦的 但如果他們 做幾年 一百萬都儲不到 不是多 一百萬 如果兩萬多元一個月 做三年都儲不到一百萬 你真的做來做什麼呢 硬間底夜 人人不是說賭業 經常都這麼好運 是很多年前 我的家人 幸好沒有賭錢 但我很珍惜他們 很好 原來他懂得儲錢 他知道賺錢回來 已經有危機 不是每天的環境都這麼好 所以你阻止了他進去 有這個心 以前沒有人進去 我們沒有人很慶幸 大部分人 沒有人進去賭場賭錢 還有從業員 是很珍惜自己的工作 他是不會進去賭錢的 無端端 除非年初一至三 他可以進去 他平時不會進去 除非那些爛賭鬼 爛賭鬼 你用盡方法 無法阻止他 他會叫艇仔 那些乘搭 都能買到的 但是一般都正常 從業員是不會的 有心癮那些 是很正常的 不會進去 如果你阻止了他 他怎會去 也沒有什麼地下渠道賭錢 說真的 我自己認識少 剛才的嘉賓說 可以用很多方法 未必睡覺都不夠時間 多謝你陳太 真的有特製的效果 是真的贊定 五筆從業員 進去的其他賭場賭錢 這個是很重 多之重 謝謝你們 多謝你陳太 剛剛陳太 也提了一些意見 給你一點時間 還有一點時間 如果我覺得 大家的共識 就是不讓博彩從業員 進入賭場 我估計 一定要談談 整個進入賭場的程序 因為如果用回 現在的進入賭場 程序 一定沒有什麼可能 執行到的 因為現在這麼寬鬆的環境 但是反過來 如果招求執得很嚴 場所有人都要查身份證的話 可能會不會那些賭場的經營者 又會嚇走了他們 維尼多這麼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一個很寬鬆的環境 我猜當然是一個全民的共識 甚至乎所有持份者的共識 究竟是否要先執行 如果是執行的話 就要像新加坡或者韓國 這樣執行得這麼嚴 這就是剛才說 多需要持份者的不同的共識 另外就是持續的加入問題 幾位都說過了 就是你可能一開始很形式主義的說幾分鐘 當然沒有效 但是那個持續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意識的培訓 就是這個不單只是一個很簡單地 譬如賭博一些對他們的危害 不單只是很簡單地告訴他 因為你告訴他 我想誰都知道 但是真的怎麼去改變了他一個意識 我想這個真的很漫長的過程 甚至乎應該是持續的 所以其實剛才我們也經常說的一個路向 就是怎樣要求那些博企 去購買一些社會服務 然後提供給他員工 其實這個應該是 我想政府和一些博企續牌 可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好 多謝啟營兄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先給阿邦講述 好 其實我們也帶回一個議題 就是 應不應該全部的博索從業員 都是禁止入賭場 其實這個 其實都是希望 就是我們博企 以及我們全部的博索從業員 可以拿出來討論 例如像之前那樣 就是做一個大型的調查 其實就是 要認同 就是哪些博索從業 是有多少% 是說 想禁止全個行業 最後賭場的呢 好 多謝啟營兄 好 好